上一次我们讲了怎么样用葱根种葱 有的朋友问我那个洋葱葱根到底怎么弄 其实很简单 就是把这个吃的这个洋葱从上店里买来的洋葱 然后呢我们把它的根切下来 像这个样子 那个根呢一般我就是把它切的 平时的就是说没有掺压的时候呢 我就把底下的这个根切下来就行了 但是呢今天我发现 因为它这个洋葱好像都已经开始发芽了 你看了吗这个绿绿的小芽 所以呢我就把它的这个绿绿的小芽也给切下来了 这样你放到土里边呢 很快就会长出洋葱来 刚才呢我们在家里切的这个洋葱根 带着这个发出来的小芽 你看有两个芽 然后呢就把它埋到地里就行了 你有地埋到地里没有地呢就放到这个花盆里边 挖个洞再埋上 然后呢浇一点水就行了 这样的话因为现在是三月中旬天气比较暖和 所以说它大概过三四天就能够发出来 这个呢我收大家看一下 这个小葱是我前两天大概三天四天以前吃的那个洋葱头 我把它割下来同样的方法割下来 当时呢也是有好几个鸭都掺出来了 所以我把它们都割下来放埋到这里 你看三四天以后你看它们就已经破土而出 然后都长出了很多的绿绿的小小葱芽了 小你这个洋葱芽来了 所以说呢这个种洋葱呢就是说也很容易 和种青葱是一样的一个道理 这个是我今天刚弄的这个洋葱 你看它这个洋葱它都是已经开始都长出 都长出那个两个洋葱瓣来了 所以我把它的那个根部保留着了 根部留着了 而且呢把外边的这些洋葱也都剥掉 只留下它中间的这个两个芯 这样的话就是你埋到地里以后 它很快就会长出洋葱来 弄上去以后呢就是说挖一个洞 然后把它埋到里边就行了 这种这种已经发芽的洋葱 用不了几天就就出来了 这样就可以了 我这一堆洋葱也是一个洋葱头 那个底儿那个根儿 然后也是它发了三瓣 然后把它埋到这里 然后一个礼拜就长这么大了 天气热了的事长得很快 这一棵洋葱呢就是 我们就是说以前种的 你看现在都已经长得很大了 可以吃了 其实这些葱叶你平时都可以瞪着吃就行了 所以说呢 种洋葱种青葱 都是很简单的 你有后院在地里中 没有后院放到花盆里 放到阳台上也是一样的 就像摘花一样 既好看呢 也能还能吃到自己种的葱 看这个洋葱 我摘下的这一堆洋葱 一颗洋葱根 实际上是发了三颗 前两天我拔了吃了一颗了 你看吃的这个底部还在这儿 拔着吃了一颗 然后呢它还有两颗在这个地方 就是说一个洋葱头 然后呢发出三颗来 而且呢三月份到五月份两个月 然后呢长得都很大很大了 所以说这个相对来讲 这个用洋葱根来摘这个洋葱 还是长得比较快的 好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帮忙点赞和转发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谢谢